此次美国受台的F-16V是F-16家族的最新成员 大家可不要被这个最新误导了 这款飞机事实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 其实台湾方面一开始并不想要F-16V 而是想买美国的F-35B战机 这款战机融合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技术和作战理念 如果台军能够拿到手 不仅有望拉平两岸战机的代差 还能和美军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 更重要的是F-35B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 这让成天担心机场会被炸掉的台军尤为心动 但是出售F-35B的政治风险太大 美方又不想放弃这块盗嘴的肥肉 于是给台当局回复 想买F-35B可以 但至少等十年之后再说 而F-16V马上就可以生产 为了打动台军 美方表示可以将五代机的部分技术 移植到F-16身上 第一项技术就是给F-16V配备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APG-83 美方声称 这款雷达利用了F-22 F-35战机雷达的软件或者硬件 能够同时跟踪二十多个空中目标的航技 也可以对地面进行高精度的地形测绘 第二项技术就是玻璃化座舱 F-16V的驾驶舱中有一部六成八寸的高分辨率显示器 它能为飞行员提供关键的飞行数据和战术图像 比如雷达获取的空中态势图或者侦察吊舱拍摄到的目标图像 并且能够在屏幕上进行移动放大 除此之外 美方还拿出了所谓的新型任务电脑 大推力涡扇发动机 先进的头盔瞄准锯等等 只要台军想要 通通可以往上架 当然这些先进的技术可并不免费 而是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手段 经过这么一番改进 一架F-16V竟然可以卖出F-35战机的价格 不过要想让台军自愿上钩 这些还是不够的 于是美方放出了最关键的一招 那就是头起所好 在解放军歼20隐形战机列装后 台军的心理防线和空中防线 几乎是同时崩溃 于是美方不时时机的制造噱头 称F-16V能够抗衡歼20 事实上 稍微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 四代机对抗五代机根本毫无胜算 美军在演习中也不断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台湾当局对此却是深信不疑 不知梦醒时分 台当局会不会告美方一个虚假宣传的罪名呢 台湾方面原本想要的是F-35 结果到手的却是F-16V 是美国太能忽悠 还是台当局别无选择 陈老师 我觉得当然两方面来说 实际上因为台湾当局 它本身已经有150架F-16了 它现在选择F-16 对它来说似乎也是一个正常的选择 它买武器 其实我一直就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以武俱统 想买的武器越多 它认为对它也有一些保障 第二个就是它实际上心甘情愿 给美国交这个钱 当然作为美国公司来说 也乐得赚这个钱 因为F-16我们知道 它即使性能再好 它早晚面临一个被淘汰的一个结局 而且它这个再怎么改来改去 也只是内部的 雷达呀航电呀什么座舱啊 但是它外形永远改不成这种隐身外形 所以它既然早晚被淘汰 那么尽量在淘汰之前 榨取它的剩余价值 而且F-16因为已经生产4600架左右了 所以它实际上这个成本早就赚回来了 落马公司也乐得把这个飞机再继续卖给台湾当局 再继续赚一把